一代天后梅艳芳为物拍卖 多得一百演艺朋友、好友 和徒弟粉丝集资 终于保住天后67个奖座 保住她的演艺尊严 但令人疑惑的是 阿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奖 新秀冠军 竟然不翼而飞 戒指、链、手脚 佛像是挫连 我那个真金是这么高的 什么都卖了 枕头都卖了 那些去哪? 究竟穿多少珍贵为物 是不见了的呢? 这些物品又去了哪呢? 没了个女儿 连她的遗物都没办法留下 更加痛心的是 有更多阿妹珍贵的遗物 已经不热而飞 又怎样似一个新秀奖项 甲盲 叫本身 都有三层的 再拉出来 去到哪里都有一些新名字 有点钱 没有拆过的 没有拆过的 拆过古董标 三十几只古董标 三十几只 平时要应酬的那些手脚 就这样放在那里 很漂亮很漂亮 一盒 一个盒 一个盒 撞住的 拆出来 我都没有跟她数 因为那些是她的 很多吗? 有很多的 拿一个盒 四四方方的盒 出来 妈 你出你八十一 我买这几粒石 我准备把你八十一 一个族嘴 几粒石 参照给你 再拿一个盒 四方的盒 那粒石真的大了 有这么大粒石 手指公那么大? 是的 还有石子 有些石子在那里? 她说我这粒子 是我 穿上衣服才打 即假的时候才打 是的 没人知道这批遗物去了哪里 但妹妈手上 有份物业管理公司的出入记录 在03年12月30日 妹妹去完之后 去到04年1月期间 有人在一星期 出入多达三十几次 搭车 搭车 搭车上来 出车入行车 在这份出入记录里面 登记的人士 包括何韻思 契妈傅瑞 过迷会会长苏小姐 和助手Donny 还有些坐在车里面 没有登记过的不明人士 钱财身外物 回妈最记挂的 都还是妹妹这一件遗物 一生人最大的奖 最重要的奖 不知在哪个家 发落谁家 哪个留到 我都希望 知道哪个有心人 可不可以给个电话 联络一下我 人去查量 但妹妹一班粉丝 有情有意 为了安慰老人家 特意把一张铜桌 买下来送给老人家 总之是妹妹的东西 她们都可以 帮我拿回一件给我 我很多谢她们 我很多谢她们 很多谢她们 帮她们 还送到我家 我很感动 而她最想多谢的 就是这位 多谢曾志偉 这个会长 帮我女儿 拿回一些奖座 我这么亲身感谢她 其实拍卖会当日 一班粉丝都很齐心 苏小姐一直跟曾志偉 保持紧密联络 还与合力以108万 投得67个奖座 计划在12月 亚妹死忌当日 举行展览会 亚妹遗产数以亿计 但她的妈妈 依然欠租 欠以药费 满涛疑问 究竟那些钱去了哪儿呢?